套著吧 錯 我跟你讲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先考你 我问你 最近雷根号 跑到东海来 对 对不对 对 美国最近宣布 亦友宾洲际导弹发射成功 从这个加州泛泉堡基地 啪打六千 飞了六千公里 六千四百七十八公里 打到太平洋的岛礁 所以它是可以飞一万三千公里的 对 你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对谁 对中国大陆啊 对南海啊 对呀 因为你雷根号 开出来的时间点 刚好是阿萨尔访问台湾 我就怕你蠢动 我就把他守在东海 那这个东西我们算过啊 义勇逼一万三千公里的射程 不多不少 直接落到东海的每一寸海面上 我告诉你 普丁说这对我的 我看得很不爽 普丁拿正式的公文寄给美国 回应说 够了 你不要再有这种挑衅的 干你什么事啊 这是中美大战 他认为你这个东西航向东海 航向东海 靠近我俄罗斯 在太平洋的港口跟领土 你对我俄罗斯造成威胁 这样也不行 你这个叶勇冰中级导弹 我认为打出来是向我示威 居然给美国人说 够了 你不要再做这个事情了 好 这还没完 大家可能没注意到 这个月八月 这个俄美大战差一点爆发 大家只看到什么 歼10歼11月海峡中线 不是只有美中要战吗 我告诉你 歼10歼11月海峡中线 对这几天 这个美俄之间 那简直小case 俄罗斯宣布 他要进行一周导弹演习 这段时间大家在近空 就没想到 我告诉你 他宣布之后 8月6号 两架 一个巡逻机 一个反潜机 啪就飞到俄罗斯上空去 美国军机就过来了 马上 那个普利亚下令 把我打 那个俄罗斯 苏凯尔4171升空 完全就作战姿态 美国就参皇落宝了 所以你的侦察机 要来探火虚实 我苏凯尔2机立刻升空接敌 8月7号 美国又去了 又来了 8月8号又来了 8月4号又来了 他们一直这几天 在俄罗斯的上空 一直短兵相接 我告诉你 昨天又两次拦截 美国侦察机 热闹的不得了 危险的不得了 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个 大家都不知道的新闻 普丁签了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但没人重视 大家去查一下 就是俄罗斯 政责国家战略条约 这是什么内容 什么叫政责 就是说 这个条约内容是 只要有任何导弹来袭 俄方就要发动核反击 这是冲着谁啊 冲着美国啊 谁会拿导弹袭袭俄罗斯啊 美国也没有要袭俄罗斯啊 我这个是剑指南海啊 我认为是剑指我 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 俄罗斯这个普丁签 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只要美国任何导弹 他一升空 我根本不管你 上面有没有核弹头 你可能是传统武器哦 但我不管 你只要一升空 我的电脑一侦测 发觉你的飞行的速度 飞行的高度 飞行的方向 是要打我俄罗斯 我立即连线 全部核导弹反击 这一条管很宽哦 而且后果是万劫不复哦 任何来袭的导弹 任何哦 最后是核反击 这个会不会太不对等了 这就是普丁现在 很凶耶 普丁敢讲这话 两点 第一点 告诉习近平 我是你八滴八滴哥们 我支持你 我们是一家的 你放心好了 这个讯息太重要了 第二个讯息是告诉川普 老子现在 有新式的武器 你打我 我核反击 你根本承受不了 为什么 你知道 俄罗斯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 他们一直就是 死神之守的核弹系统 什么叫死神之守核弹系统 就是 你知道 俄国人就是 你打我一拳 我挥你两脚 打掉我一颗门腰 我把你眼睛打香 这就是俄国人 死神之后就是 我告诉你 你敢动我 我一定把你打得灰头土脸 他炮什么 第一个 他知道波塞冬航潜器 这是普丁的秘密武器 这个鱼雷 你知道他上面的引擎 是什么引擎 核动力 你有听过核动力 他游不累的 永远不停的 我告诉你 这核动力 我跟大家讲 他速度一百节 没有 到现在人类还没有一百节 一百节是在海底飙车的概念 第二个 他在一千米 你根本找不到他 第三个 他可以一瞬间走一万公里 第四个 我就在你旁边 我一打出去 我根本不要直接打你 我就把你下衣打 地震海啸 全部都来了 因为我有波塞冬 我还有海燕 你知道海燕 我就考你一下 你知道海燕的引擎是什么 核动力 核动力 所以海燕 他飞不累的 他可以一直飞 一直飞 而且我告诉你 因为核动力 一般的导弹是一上去之后 他要这样有个轨道的 对不对 对不起 因为我是核动力 我可以变轨 我可以变轨 我爱怎么走 我就怎么走 普丁今天就告川普 第一个 我跟习近平 巴迪 第二个 你再搞什么 一演兵 周弹演习 再把雷根号搞来 我只要任何来袭导弹 我觉得核反 核反 这是不得了的事 川普急了 习近平选了 他火了 普丁火了 你就会看到了 中美大战 我们都在这个轴线上看 那就是甲方跟隐方定枸机 没有想到今天晚上 被你这么一讲 他变打全架了 不但这个事情 北韩和伊朗也出声 跟他们什么关系 北韩伊朗就出声 说美国 你如果跟中国大陆打仗的话 我们是站在习近平这边的 我们一起要出手的 好 伊朗为什么做这表态 因为你要知道 伊朗现在被军事制裁了 对 伊朗军事在什么时候到期 十月 那不是快到了吗 快到了 对 还剩两个月 一个多月 两个月不到 两个月不到 制裁要到了 当然以川普的个性 我这制裁 我会继续下去的 是 但是俄罗斯 中国大陆 买不买这个单 要不要继续制裁 现在这一份的制裁的合约 中俄都有三印的 那等到十月一到的话 下一个再续约 他们签不签 以中美现在关系 搞成这个样子 有两个原因 我要跟大家分析清楚 第一个分析 各位看 这是什么东西 你绝对猜不到的 这是什么 去年九月 四十年来没见过的场面 中国大陆 俄罗斯 伊朗 三国联合大军演 哇 新轴新国的概念 对 新轴新国的概念 去年 中国大陆 俄罗斯 伊朗 海上联合军演 而且这是四十年来 第一次 三国的海上联合 这个军演的时候 制裁有没有战 制裁还是在的 对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俄罗斯线 经济穷困 他只靠一个东西在活 什么东西 卖军武 卖军火 好 所以现在印度 他拼命 我想想说 中印在边界 处得不愉快 他居然跨过中国 卖武器给印度 我告诉你 伊朗越产石油 有钱的很 他出高价 没关系 他已经给普丁下订单了 他要接苏30战斗机 他要T90的坦克 制裁时间一到 中榜之后我就卖进去 几百亿美金 我通通给你 哇 普丁需要这笔钱 还没完 就猜不到 中国大陆跟伊朗 现在已经 撕下泥了一个 4000亿美元的 经济跟军事合作协议 他们上个月不是还要打起来的 怎么现在又签了 他们现在正在谈 这个协议 这协议谈成 10月一到 谈成4000亿 这不得了了 我们经济跟军事合约 所以现在变成 一个轴心国2.0版的概念 本来是电国基 one by one 现在变成打群架 川普也想把日本 韩国 台湾 全部拉进来 所以现在双方 不是一个电国基 one by one 现在是一个 打群架的时代来的 而且千万不能 万分之一的插枪走火 万分之一插枪走火 你真的不要搞错了 万一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爆发了核弹 人类浩劫啊 邀请您 一起交